課本的話呢 我們要先看第八課的最後面 還有第九課後面也有一個 就是那個東西呢 雖然它是補充 可是其實它還是關在的一種 所以就一起寫 劇情我們都上完了 在我看一下我確定第幾頁 在後面的這個地方 來 一百頁 一百頁的地方 好了嗎 來 這個叫做補述用法 什麼叫補述 備註一下 什麼叫做補述 就是補充說明 對 那因為我們以前就學過 通常的補充說明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逗號 對不對 然後呢 用個同位語 所以通常的補述就是我用來補充說明的 可是既然它是補充說明 備註一下 這個有的文法術就會跟你講 原來這種就叫非限定 但非限定呢 因為多一個字嘛 限定跟非限定 所以請問你 他要不要我鬥號 要啊 對啊 你要加個鬥號 然後再加個who 再加個which 可是就是沒有let 因為鬥號後面不會有let 這個要記起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的鬥號 所以你看我們的課本 這句話 你說 my father who works as exercises every day is very healthy 你知道這句話如果你沒有鬥號 通常你的身是會很可憐 因為你應該有很多爸爸 只是那一個每天運動的爸爸很健康 每天沒有運動的爸爸 一個爸爸可能就身體很虛弱 所以這個為什麼要動號 備註一下寫個乘以1 因為就是唯一一個 就是你only one 這種通常要動號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動號 因為他就是全世界就這一個而已 所以通常其實這種非限定 他的前面比較多 比較常出現的 都是專有名詞比較多 因為全世界就這一個 你在講 你也不用講太多個 反正就這一個而已 所以通常非限定 他的前面比較多的 大部分就是專有名詞 就是大寫的那一種 ok囉 那我們再來看第一句 第一句話呢一樣 他跟人家是my father 請問你 你有幾個媽媽 一個而已嘛 幹嘛不算喔 所以呢 就變成 你既然只有一個的既得加上 動號 ok喔 所以my father 然後這個動號 因為你要補充說明而已嘛 那因為你要既然補充說明 所以前後記得 這是一個句子 所以有個主詞 有個動詞 那你說怎麼可以沒有連接詞 有啊 關帶本身就是這個句子的主詞 剛好也是這兩個句子的連接詞 所以關帶他可以同時當代理詞 也可以同時當連接詞 ok喔 所以記得加S 我那個媽媽 哪一個媽媽 就這一個而已 不過呢 who makes breakfast everyday 每天呢 都煮早餐的那一位媽媽 可是也沒有啦 就是真的你的媽媽而已 It's a good cook 是一個很棒的廚師 你就這一個媽媽而已 好來 第二個台北 請問你全世界幾個台北 一個啊 所以記得要加上什麼 豆號 對 所以台北 豆號 先豆號 然後 which is the large city in Taiwan 再豆號 所以這個豆號 你會發現喔 豆號後面絕對不會有let 豆號後面最多就是呼喚which而已 絕對不會有let這個字 所以說台北 which is the large city in Taiwan 豆號 豆號 is my hometown 是我的家鄉 第一句還沒好 本舉手 好 我們看第三句囉 墾丁更不用講了 很多人都要專程來台灣 就是為了去墾丁 所以墾丁 所以墾丁 豆號 which draws a lot of tourists every year 這個tours就是吸引 不是畫畫喔 就是吸引某人的注意 這個是一個動詞 吸引 然後意思 a wonderful place for summer vacation 不只是我們台灣人瘋狂 外國人也瘋狂 可是墾丁現在就是去 就盡量不要流垃圾在那邊啦 因為他們已經很可憐了 好 最後第四個一樣 你們發現 你們現在目前寫的 除了第一題之外 其他都是總有名字 因為他就是那一個 所以Thanksgiving 那個感恩節 這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所以叫Thanksgiving 就是豆號 which falls on the fourth Thursday of November 這個 falls on就是 剛好就是哪一天啦 所以Thanksgiving感恩節這一天 到底哪一天是感恩節 就是十一月的第四個禮拜四 那一個感恩節 可是一月只有一個 所以要動號 is an American holiday 它是美國人的節日 我們台灣現在也有 一萬很多外國人在我們台灣居住 所以呢感恩節的話 他們那一天通常呢 他們會吃火雞 像一隻火雞的行情差不多1200 1200到1500 就那隻火雞 火雞大餐家那一隻 可是其實火雞肉不太好吃 因為很乾 對 好不好 再來就要翻到第九課的後面 因為它就超然充去而已 所以該還OK啦齁 真的不行就回去看那個影片 反正我都會上傳 所以再來就要翻到 幫我確認一下是第幾頁 12 謝謝來翻到12 好那我用大的這樣比較快 112頁 112頁呢我們要上個東西 好我縮小一點這樣比較快 好了齁 這個呢也是我們剛剛有上到的 叫whois whois這個字差別在哪裡 這樣子寫 來第一個人的話 那我就是whois叫名詞 就是whois的後面一定是名詞 因為它是所有個 如果是動物 大部分是動物比較多 一樣他是whois叫名詞 不過你要拿紅筆出來是因為 其實正確的 現在是因為大家都偷懶 就是大家為了方便 所以那個whois都變成who 對不對 其實這個whois 原本是三個字 叫of which one 本來就這樣 那就真的就這個格子 朝這三個字上去就對了 因為of就是the 沒錯吧 而且它是沒有生命的那個the 所以教室的門 叫the door of the classroom 所以這個of就是the 那後面一定解名詞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裡它是名詞 好 那我們就來看第一題 the woman 這個女人 什麼樣的女人 就她的頭髮是咖啡色的 這個herd 就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herd代替就是那個女人的 所以這個字就變成whois很好 所以就加在一起就變成whois here is from 然後重點 is my teacher 對好像在講我 我的頭髮真的不黑 好啦 我把它唸一遍一遍一遍聽 如果看不到 one the woman is my teacher her hair is brown the woman whose hair is brown is my teacher 好 第二句呢 打叉叉的是his 就是這個字呢 雖然長得不一樣 可是它代替的的確就是luis the 所以整個句子 你就要記得 再一樣把這個his變成哪個字 whois 對對不對 luis is the writer his books sell well luis is the writer whose books sell well 啊book 你知道sale為什麼沒有加s嗎 因為這個books是負數 books是負數 所以sale我就不加s了 所以呢動詞要搭配你前面的先行詞 好再來第三題 那因為剛剛都是人嘛 動詞的話也一樣 所以這個字要打XX 這個its打XX 沒有一撇喔 他的沒有一撇s 一撇s是他是 是 好所以這個字一樣變成哪一個字啊 還是變成什麼 whois 對了 所以整個家在一起 1 they saw the bus its windows were all broken they saw the bus whose windows were all broken 好 只要他的位子代聽的是所有格文 就記得變whois 所以第二句一樣把s打XX 2 I like the bakery its bread is delicious I like the bakery whose bread is delicious Oh don't you get out Don't you get out